接下来这怒火恐怕是很难平息 发生在这个月4号 17岁的张姓少女跟5名嫌犯到别墅开趴 却疑似因为吸毒过量昏迷 被载到急准室丢包 白白的葬送了一条年轻生命 警方售后逮捕嫌犯 依照杀人罪嫌移送 而今天是少女的功绩 却只有3名嫌犯到场 在灵堂前虽然有鞠躬磕头 但是对于案情却是始终的交代不清 张姓少女的家属是忍不住在现场 动手打人 张姓少女的妈妈看到三名嫌犯 跪在宝贝女儿的灵堂前 情绪失控再也忍不住怨气 伸手掌裹三个人 眼泪溃蹄放声大哭 但都已经挽回不了 年仅17岁女儿宝贵的性命 亲友们更是直接把怒气 发泄在三个嫌犯身上 这个月4号 17岁的死者和这群人到别墅开趴 却疑似因吸毒过量 昏迷被有人载到急诊室丢包 葬送一条年轻神秘 警方事后逮捕五名嫌犯 一杀人罪嫌移送 在少女公祭这天只有三名嫌犯到场 表情凝重 在灵堂前鞠躬磕头 但对于案情却始终交代不轻 张姓少女的家属只能等检掉 还原真相 中天学员 陈胜义 张姓 高雄报道